第一張Gigi 廣東歌 有某一首歌會令我聽 無論聽多少次我都會有眼濕濕的感覺 因為我先介紹那首歌 那首歌是葉德閒老師和哥哥都有唱過的一首歌 叫做明星 那首歌一響到第一句歌詞的開始 我就會想哭 當你看到天上星星的時候 我就已經準備哭了 有一晚我睡不著的時候 就下街逛 播著這首歌一邊走 那種晚上的感覺 不知為何會很想哭 然後到星星不息的時候 色君也有唱這首歌 那時候我就已經在哭了 然後我記得 毛毛老師問我 你為何會哭 我不知道 我只聽到這首歌 我就很想哭 那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G 音樂節目 大家可能認識我是星夢傳奇 我是第一次給大家認識我是這個節目 然後不同的活動之後 大家又可能認識到我第二個渠道是星星不息 我在外面參加比賽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還未認識我的時候 我記得那一次我是病了 因為那時候姑丈陪我去參加比賽 他就問我說 既然你都病了 你不要那麼擔心 我們去吃個蒜辣米線 我知道 雖然這是一個死硬的方法 但我也很想去 保持著 不要那麼壞 我就叫了番茄米線 吃完之後 去比賽晚上 那時候 那時候 狀態當然是不好的 但是 唱一唱一下 發現 在adlib的時候 自己好像跟舞台有一個聯繫 那時候應該是我 參加比賽 有史以來第一次去享受舞台 沒錯 下一張 G節日 是不是我最喜歡的節日 我最喜歡的節日是 新年 因為新年我可以跟家人團聚 可以看到我爺爺媽媽 還有公公婆婆 因為我爹地的家鄉在山尾 我媽媽的家鄉在石家壯 所以其實距離挺遠 但我每逢春節 就可以去兩邊探望 所以我挺喜歡新年的氣氛 有時候可以放煙花 整個棍煙花 砰砰砰砰 還有其實有很多炮漿可以玩 但是因為現在 我們這條村都慢慢地 開始改建 所以 就 沒有以前的氣氛 但我最喜歡的節日是 春節 即是 新年 是 G的Emoji 經常用的Emoji 是的 就是我的同事做 你沒有放假 不是 它是一個圓形的 就是它是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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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引號 書引號大家懂不懂 但是反轉的書引號 然後就是一個 音樂符號來形容的話 就是一個佔小 和佔大的音樂符號 然後呢 牙齒是老出來的 那種笑容 因為我覺得那種笑容 它不臉 就是 有一種 我家人很喜歡用 尷尬笑 然後有滴汗 那種 我真的很怕那種 Emoji 沒錯 但是我經常用的Emoji 就是 書引號 加音樂符號 那個 之後就是 想不到 這麼快就尾椅了 JJ的座右銘 是有的 但我忘記了 是不是就不是這樣 其實有 我記得了 我的座右銘 我的座右銘是 在我手機上 我怕我說錯 我們後期再P上去 就是這個座右銘 我會跟大家解釋 其實大概的意思就是 我會 去聽取大家的意見 我以前是不會看 留言 但我現在 多了看留言 都在提這個 點的話 我就會去改進 還有 有時候 下面的留言會令到我 很想繼續加油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我翻唱哥哥的今生今世 我記得有位粉絲 好像在下面留言說 他的爸爸不舒服 他的家人不舒服 然後進了醫院 希望爸爸可以 好起來等等 這些字眼 然後 想不到 這首歌一出來 就 好像情況好轉了 所以我會覺得 希望 自己可以 帶給大家好運 或者怎樣都好 希望大家一切都好 G演唱會 到最後這一張 是演唱會 我人生第一次開的演唱會 覺得非常緊張 然後也都在做夢 的無數次 都會有一些演唱會的過夢 在我的夢中出現 所以可想而知 是有多麼緊張 我不想辜負每個人的心機 無論是工作人員都好 還是觀眾都好 還是聽眾都好 還是自己都好 我都希望有一個 好的交代 無論是自己造成怎樣都好 希望不會令到自己一個 後悔的選擇 今次演唱會的主題 就是宇宙 其實今次演唱會裡面 在宇宙裡面 有幾個行星 幾個行星 都會表達出不同的東西 也會有一個新鮮的 嘗試 一首日文歌 但是我們會把它改詞 再去表達 所以希望大家會期待 在宇宙裡面